欢迎来到犬哥网站 我是犬哥 今天我将示范如何使用ChairGPT 轻松写出CSS程式码 并将它实际运用在网页设计上 就算你是不懂程式的小白 也能轻松用AI产生程式码 做出专业级别的设计哦 有关影片中提到的软体前网连结 和我们团队所提供的网页设计服务 连结我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好 那就开始啰 接着我们实际用DB网站作为范例 首先我们滑到想要更改的区块 举例来说我想要让这个区块 变成是斜角渐层动态背景CSS 颜色使用淡粉色还有紫色 ID名称使用OurService 那我们可以如何使用ChairGPT辅助我们呢 首先我们先前往ChairGPT 直接输入相关的指令 送出 好 系统就会自动生成这串程式码 那这程式码其实是动态效果 实际你不懂程式的话写起来也是满费时的 那我们直接用ChairGPT呢就可以帮我们免费生成 好 我们直接复制起来 那我们回到呢 WordPress后台 如果你今天是用DV主题的话呢 它CSS填写的位置在DVSenseOption 我们往下滑 我们会看到Cust CSS 我们在这边直接贴上程式码 我们这边可以打上标语 那如果你不是使用DV主题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找到你主题可以填写CSS的地方就可以了 完成之后点送出 前往到前台 我进入到DV的编辑模式 我滑到刚刚的位置 我在最外层的地方呢点选齿轮 最右手边有Advanced进阶 它有CSSID 我们在这边可以填入ID就可以了 那这个ID呢必须要跟你在ChairGPT呢 你所命名的ID是一模一样的 它的样式呢才会吃得到才会有效果 所以我刚下的指令呢就是有告诉ChairGPT说 我的ID名称要Our Service 那这个英文名字呢你可以自己做更改 那它就自己呢会帮你放进了这个程式码里面 它会自动呢改成你所要求的这个ID名称 好 那我们输入完毕之后呢直接点图存 接着我们点选更新 回到网站前台我刷新这个页面 当我把滑鼠移到这个区块上 我们会发现一些变化 它的颜色呢确实有粉色跟紫色呢 再去做这个动态的效果 那如果我希望呢它的建成速度可以快一点的话 我只要回到后台 我把这个秒数呢动态秒数目前是10秒 我把它更改成短一点 我现在改成3秒 储存刷新 好 我们会看到啊 它的变化就更明显了 那我们这样呢就可以用ChairGPT 直接免费把我们生成CSS程式码 你不需要会任何的程式背景 你只要呢懂得如何下指令就好 那这个就是呢第一个范例介绍 接着我们找到第二个呢要更改样式的区块 比如说我找到这个部落格的专栏 我今天呢想要滑鼠移上去呢 我可以产生圆角还有影影的效果 加上我想让这个图片呢变成是模糊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一样呢先回到ChairGPT 我在这下面呢贴上相关指令 有关指令我做个介绍 我这边呢给它的指令是 我希望它将class name呢是命名为这串英文 然后呢圆角设定为30pso 内容操作部分呢会进行隐藏 然后滑上去呢之后会向上移30公分 然后并且在后面的区块呢加上影影 然后我会加上一个模糊的CSS效果 然后变化时间呢是设定0.5秒 那我们会发现呢当我们希望ChairGPT 产生我们想要相关的动画 我们必须要描述的更加清楚 这样子呢它才会给我们相对应的程式嘛 好我们送出 好那这样就产生完毕了 我们会得到这一串的CSS代码 那下面呢它也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 比如说呢我们刚刚指定命名的 class name叫做这个地方 那当然你可以更换成你自己的名称 然后它这边也有顺便教学一下CSS 所以刚好可以学了一课 它这边都有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最主要就是要这串程式嘛 那我们直接复制起来 接着我们回到后台贴上程式嘛 接着呢我做一个备注 完成后点储存 回到网站前台刷新页面 好那我们会看到啊 这个部落格专区的样子已经更换了哦 首先它的区块已经变成圆角了 当我们滑鼠一上去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浮上来的效果就已经呈现了 而且它也会有图片模糊 然后会加上一点点阴影的感觉 好那这样我们整个网站呢就更有动态感 那过去我们在实现这样的效果呢 你必须要去写CSS 那这个对不同程式的人是一个很大的痛苦 那我们现在用缺GPT呢就可以快速解决这件事情 好那接着我们要示范的是 针对呢不同的装置给予它不同的背景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找到指定的区块 比如说有关于全额行销的区块 我想让它在电脑的时候是呈现A背景 然后在手机版呢是呈现B背景 那这个时候呢我也可以使用缺GPT去生成 一样我现在要缺GPT我把指令贴上去 有关指令我做个说明 我让它class name 命名为BGChange 萤幕尺寸在电脑的时候呢 我使用的是这个路径的图片 然后在手机版的时候呢 我是使用这个路径的图片 那我关于路径的部分 你都可以更改成为你自己的 然后我最后呢 请它给我相关的CSS程式嘛 好我们送出 好接着我们看到的结果 我们会看到的CSS里面 它用BGChange确实是用class的形式 然后呢图片路径也带入进去了 那分别呢这个是电脑版的程式码 然后这个是手机版的程式码 手机版的程式码它主要是宽度600以内的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宽度想调整 你都可以在事情做更改 那下面呢它有做一些描述 好那我们直接把这串程式码给复制起来 回到后台 我们贴到CSS的栏位贴上 然后我加上相关备注 完成后点储存 接着我回到编辑区 我在全核行销这个区块呢 我在最外层 蓝色的地方我点一下齿轮 我在Advanced进阶里面 这边有CSSID跟class 那我们之前呢是使用ID的方式 那我们目前呢是使用class 因为我们刚给CHPT的指令呢 是希望它帮我们产生class的程式码 那相关的名称就贴在这里 点储存 回到前台刷新页面 好 那我们会看到啊 目前这个区块 后面它加了一个淡淡的背景 背景只有一张图 那我们把这个区块拖曳出来 我们直接把画面拉小 我们看一下手机的呈现样子 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手机的画面 那我们再把宽度变小 好 那我们会看到发生的变化了 我们这个区块呢 在手机范围的时候呢 宽度越小的情况 它会呢更换成B图片 好 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 使用CHPT 针对不同的装置更换背景图片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玩的是 我们右手边呢 它有个滚轴 好 我们希望可以更改这个滚轴呢 的样式 好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一样到CHPT 我们输入相关指令 这边指令的意思是说 我直接给它明确的 score bar 我指定它 希望帮我产生CSS 然后底色呢 我也给它 所以颜色到时候 你也可以做更改 然后宽度的部分 我也做了设定 我告诉CHPT 可以帮我使用圆角 跟加上这个颜色的边框 然后还有滑上去的时候呢 我可以加上影影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一下结果 我们会看到啊 它针对webkit 跟针对指定浏览器 比如说像是Firefox等等 它做了相容性的调整 那我们这边不搞得太复杂 我们先复制呢webkit 回到后台 我把程式码贴上 我做个备注 进行储存 回到前台 刷新页面 好 我们会看到 右手边啊 这个滚轴 它其实 样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它原来是比较小 它现在已经整个放大 然后颜色也有更改 当我滑上去的时候呢 它还有微微的一点效果 那当然你也可以回到后台 再继续更改它的颜色 它的宽度 这边你都可以做个调整 好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滚轴的样式更改了 好那最后呢我们要玩的是 我们可以针对标题去做个动态调整 比如说我想要更改 有关于这个章节的标题 像是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如果呢我今天想要让它有动态呢 很像打字的效果出现 那我一样呢 可以使用QRGBT帮我做这件事情 先回到QRGBT 我输入相关指令 好那我做个说明 这个指令很简单 我告诉它帮我写CSS代码 区块ID呢叫做features 然后呢我希望呢 features内的所有H3的标签呢 像打字一样的出现效果 送出 好结果产生了 第一个一样呢 我们得到了features相关的ID 然后它是抓到H3的标签 就是我们刚给它的指令 然后它这边呢就是做了一些 动态效果的CSS元素 它也用它的帧数呢 比如说从开头到结束的宽度调整 然后去实现这个能力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给复制起来 我们回到后台 我们贴上这段代码 我做个备注 进行储存 好我复制features这个ID名称 我回到编辑区 回到刚刚的区块 那我刚指令提到的是 我希望在这个蓝色大区块内的所有H3 也就是它的副标题的部分呢 都能够产生这个效果 所以说我这个ID呢 应该要加在最外层的地方 我点选齿轮 我在Adfense里面ID 我直接加上刚刚命名的features 打勾 储存 回到前台 我刷新页面 好我们刚会看到啊 它这个副标题呢 已经有这个动态效果 除了第一个以外呢 其实第二个跟第三个呢 一样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再看一次 好那这样呢就可以完成了 使用确gpt产生动态文字 也就是打字的效果 好那以上呢就是分享多个呢 使用确gpt产生CSS的方法 那当然呢一定有更多的样式呢 我们可以透过它去产生 Wordpress本身主题呢 也有自带一些可以更改样式的部分 那这部影片呢 只是在做确gpt 如何辅助我们呢 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多CSS编辑的能力 那就算是你是不懂程式码的人呢 你也可以藉由它去给你一些指引 帮助你呢做出更漂亮的网页 好咯 以上就是这次的教学 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帮助你 省去网页设计CSS程式码的困扰 如果你还有什么新发现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有关这次影片提到的相关资源 连接我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最后 如果你有网页设计的需求 都可以请犬哥数位团队协力帮你服务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 拜拜